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从1827集 先给大家分享工作室系列 110号 Sharkway 正波 人气角色 大王风电影里头只出现了短短的几秒 不过大家对于正波的印象很深刻 那他的手炮是在左手 跟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的G1是在右手 那不过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了 但是玩具本身的话呢 可以看到他的大腿 这个如果是紫色的外护甲 里头的话呢 这个部分应该是属于银色 那这里的话呢 不知道是反光还怎么样 这个大腿的护甲呢 也是银色 跟这边的紫色不太相同 那以这张插图来讲的话呢 分色比较好看 就玩具的实体来说 我觉得他的黑色的 应该说铁灰色的塑胶 是稍微暗沉了点 如果说这一代的话呢 换成是亮一点的银色 可能会好一些 而看他的身形呢 我们也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他跟现年推出的核心级 几乎会是80%以上的 变形式相似的 结构的话呢 几乎都是大部分相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款比较浅的塑胶色 在这个时候 你反而觉得 他的分色是不是 更加的成功 然后眼珠子的一个黄色的话 直接是涂装了 更加的鲜艳 这款Vorgia Class的话呢 虽然眼部是一个透明部件 但实际上的透光效果呢 非常的差 我们把它转到后面 你就会发现了啊 它是另外一张脸 有点 它后面这个地方 你看它其实并没有 直接跟光有接触 甚至说就算有的话 也是很小的空间 所以它这个黄色的透明件 其实也就是一个 透光性不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胸口的话呢 是紫色的透明部件 这里的话呢 就非常精盈剔透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头部是一个左右转动 没有其他转动的幅度 几乎是卡死的啊 手臂的话呢 平举 而且你看平举 它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感觉 平举 所以这个支持力度的话呢 会非常的好 三轴绫络转动了没有 就很可惜了 手轴 外摆内收在偏下方的位置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么呢 腰身可以转动 没有任何的干涉 脚前后踢 都能够达到几乎 前面的话是 只差一点点 就可以90度了 侧踢 是标准的90度 支撑力度还算可以 不过手浪这一款的话呢 关节的紧实度还是比较好的 折下来之后呢 有一个过渡 里头还是有一些细节 那脚踝的话呢 这个接地就很可怜 虽然有 但是幅度 非常非常的有限啊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正波的并行过程 首先的话 这个手炮给拿下来 从这个地方去开 那手臂的话呢 收进去很简单 直接往这边推过来 拳头给收进去 然后转正啊 再把它给收进去 我刚刚有提过了 它的变形的话呢 跟那一款核心 几乎都是一样的 脚一样打开 从这个地方折下来 这是很多坦克 或者是说 外星坦克的一个变形过程 都是一样的 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直接的往内收进来 它这里两侧啊 有两个缝隙 直接把它给卡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胸甲的话呢 就是把它给打开 这个地方打开 然后呢 往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 拿开之后 往下放下来 它的Voyager Client的话呢 这里多了 结合的一处 凸跟这里有个洞 这个地方要记得要对进去 它会对于人物的这个体型的话呢 有一个校正的效果啊 一定要记得 这里两侧 一定要给卡进去 卡进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部分往后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一片啊 肚子这一片 可以往内在折进来 而且要卡进这里 这个地方 好 给捏进去啊 这上下都要给卡住 然后呢 把侧边这个凸跟凹 把它给扣进去 两侧都一样 好 给钻进去 这样一来后呢 它的坦克的底盘呢 才会稳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只是多了说 它的头呢 是直接折下来 放到这里 好 接下来 手的话呢 一样是往后面放 放过去的时候呢 这里 有一个组合的位点 在这边 你会发现这个 重复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 这里 有个小凸 它跟里头 有一个缺口 这样子 扣上去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里扣上去 这里转过来 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好 最后的话呢 这个武器 就把这个 凸 给 弄出来 然后呢 跟这个地方 做一个结合 它这个武器 就不是扣在那个 呃 机器人的脑袋后面啊 核心机的话呢 是扣在脑袋的后面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款SSD 110号 Sharkway的话呢 从机器人到一台 异形坎克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 大家应该是很能够感受到啊 这两者的变形的话呢 几乎都会是一样的啊 卡扣的这个 结合点呢 几乎都相同 除了这个主炮的话呢 它是扣在机器人的后方之外 啊 还有它的一个 呃 Voyce Class的拳头 有收进去了啊 这个 毕竟是跳了两个等级 还做不好 这个就有点 啊 令人乏制了 那它多了一个 这个 连接的这个管子 那这也是 小比例玩具没有的啊 我再提一下 紫色是很难捕捉的颜色 在镜头里头呢 呃 有时候 大家看到的紫色 跟实际玩具的紫色 不太会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细节吧啊 啊 我个人都是很喜欢 这种外星坦克的了啊 它这种是如一个 H型的一个造型 从上方来看 那真的是非常修长 呃 没有那种 很重量的感觉 取而代之的呢 是它一个非常均衡的 一个 一个架势啊 底部 你可以看到 对称的非常的工整啊 除了这个 单边有这个管路之外 它的一个炮台 是左右可以动的 上下的话呢 也可以动 但是呢 只能往上弹 往下的话呢 就是比较有 有一个局限性啊 它会弹起来 真难忍啊 压不下去呢 是吧 左右动的话呢 当然受限到这个 这个连接管 总有一点点小影响 细节的话呢 可以看到 它还是有一些 干刷 这些干刷的话呢 并不多 并不多 只能提到一个 单纯弄脏的效果啊 前面这里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驾驶汤 还是什么 这个透明的部件啊 可以从这里看到后方 总而言之吧 是一款变形非常简单的玩具 那我自己的话呢 是喜欢这种简单变形的啊 那特别是 它的人气也比较高 然后紫色看上去 也挺舒服的 机器人架势也很好 坎克也帅 变形也简单 我个人比较喜欢啊 就利用这一集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